Good morning 收拾了幾次就大概懂 什麼東西要放在上面 什麼東西要放在下面 常用的比如說相機啊 控拍機啊 就要盡量把它放在上面 突然間我想要玩一個東西 就是如果我的防曬 擦在一邊腳 然後一邊腳不擦 然後我還完倒之後看有什麼效果 所以我們就只擦左腳 這些是今天的早餐 好 我們要走了 看一遍 今天早上要騎乘去馬六甲 騎去馬六甲有幾個路可以走 一種是走鄉村那種道路 一種是沿著海邊去Port Dickson那邊先 所以我應該選擇哪一條呢 在臨走之前別忘了拿昨天的照片 老闆娘昨天我洗照片 可以麻煩你拿給我一下嗎 謝謝你 不然我又要找一個地方來停靠我的腳車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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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navigate了嗎 好 八六甲我們起乘了 最方便就是一個火車水道 竟然給我來到這麼隱秘的住宅區 騎著騎著我騎了進來游中原 欸你看有水牛 水牛 現在是差不多中午十一點半左右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身處何處 就 out of nowhere這邊 然後難得我看到一間掌貨店在這邊 就買一些麵包 因為我不知道這裡再去的話 還有多遠才有得吃東西的 買一個巧克力麵包頂著先吧 來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我現在在一家咖啡店叫 河樂 河樂 河樂而不為 老闆 雞肉 燒肉飯 雞肉燒肉飯 對 哇 現在我在的這個小鎮是叫 原來有蠻多東西吃的 剛才我就以為 欸 蠻偏僻 所以就停下來在河樂那邊 還好它的雞飯還是 不錯吃的 Oh my god 看見嗎 很長很長的道路 哇 剛才我一喊 旁邊的牛隻都看過來 哇 這裡真的是很漂亮 旁邊我們可以看到 嗯 馬來人的高角屋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這個是油中原喔 還沒有長高的樹 還沒有長高的樹 我曾經有聽我的一位朋友說 其實油中樹啊 他們不會給它長到很高 通常到達某一個高度過後 就把它砍掉了 如果長得太高的話 就很難收割 這裡的風景真的很漂亮 我們來拍一個照 留念 Peace 好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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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沒錯 我採用的是 Pot Dixon這條大路 WOW 差點翻了 是下午2點 然後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就是 我後面的車架啊 因為行李太重了 所以那個車架的鐵啊 差不多要動到我的輪胎 所以你們看見嗎 知道了 輪胎後面的鐵啊 它已經很靠近輪胎了 暫時還是可以騎的 不過我必須要先把它解決掉 可能我去馬六甲的時候 必須要找一個腳車店 來解決掉這個問題先 不然的話它持續不久啊 天氣很熱我們進去看看 有沒有什麼冰冷的東西可以吃 找看有沒有雪糕 我可以買一杯冰冷的東西嗎 一杯冰冷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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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這個嗎 一杯冰冷的東西 是這個 謝謝 芒果味的冰天 哇各位觀眾你們看你們看 我這條路線呢 已經是在海岸旁邊了 哇我都忍不住 抖了進來 本來還想說我不要在這邊停留的 來深美蘭州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一定要來波德森海灘 波德森位於馬來西亞半島的中段部分 是吉隆坡人最近的海灘 這裡的海岸線全長18公里 有著各式各類的活動 如果你想要到海邊度假 不妨可以試一試波德森 很乾淨 欸我看到喔 我看到東西了 還有人在這邊 露營 好的時候不早了 我打算在這一區找住宿了 現在是幾點我看一下 哇 腳要抽筋 4點11分 我的腳要抽筋了 今天4點多我就開始吃晚餐了 因為我打算等下如果回酒店的話 我就不要再出來了 剛剛我看了meter應該是有騎了 大概50多公里 如果今天總共的話應該我看會到達60公里 好給你們看一下我吃的食物 米狗瑞 再加兩粒荷包蛋 因為剛剛我問他有沒有雞肉 我想要補充一下蛋白質 但是他講沒有我就吃兩粒蛋 Double 再加一杯國民飲料 剛剛就有跟那位仁兄聊了一下 然後問我喜歡天氣熱還是雨天 喜歡晴天還是雨天啊 然後就問我 然後我就 我想要跟他說陰天 我就不懂得怎麼說陰天 原來陰天叫做 門洞 我的國語正差 好的 今天就騎到這裡 在這裡有看到一家酒店 感覺蠻清潔 所以就在這裡住下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洗衣店 24小時的洗衣店 還有小器7-11 是非常方便的 那等一下再給你們看我的房間 忘了給你們看今天巨星的設置 看到吧 昨天買的房書的這個魔鬼氈 就是要 預防我的這個背包啊 往後掉 今天總共騎了57.62公里 累啊 累啊 又在刷新紀錄 最快的40公里 最快的40公里 還有嗎 繼續來 還有嗎 沒有了 來 給你們一個room door 是蠻乾淨的 廁所 只是 有那個發霉的味道 可能是空氣不流通啊 還有裝嗎 還有裝嗎 只有一個 有一個 剛剛說出來 又出手 偷衰